大家好,我现在四川宜宾礼庄古镇正在打车回西门客运站 本来我是想倒公交车回去的 但是倒公交车就让人全坐满了 坐满了怎么办呢 我想往底站再倒,然后再往回倒 所以说那样特别累啊 然后今天走路走的太多了 在那个古镇里面观光车也没舍得坐 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打车回去25公里 55块钱左右 像打这么长途的车的话 我也是打的很少的 打的也不多 今天我就来体验一下 前面能看到一个双塔的那个大桥 这是在长江上面啊 我现在右边看到的是长江 然后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在往市中心那边走嘛 所以说一路上会越来越繁华 这两个桥塔的斜拉桥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大桥离市中心远了以后 它大桥的桥顿就不刷漆了 就是钢筋混凝土 这段路特别好 就沿着长江边上走 你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美啊 哇塞 这个画面感太棒了 现在距离这个大桥越来越近了 这是一个双塔的斜拉桥 长江上有很多大桥啊 但是它的第一座大桥就在宜宾 这个过两天我单独去拍那个万里长江第一桥啊 那个真的是无数座大桥 宜宾这边是开始是开头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城市它是真的是长江的源头啊 明天我就去那个河江门 今天因为李庄这边太远了 这个基本上大半天的时间都在这边了 看一下这个桥顿 它就直接是钢筋混凝土 浇出来以后 上面没有刷任何漆 实际上这样也可以 看一下两个桥塔都能看得到 现在是四点多钟 西洋西下 正是拍风景的最佳时间 这个桥厉害了 它中间居然是高铁 在同一个层面上 像这种我还是头一次看到的 这一段路都是沿着长江边走的 前面那个39路就是我一开始想坐的那个车 全是人都坐满了 哎呀站得了你站这么远的不达可难 对不对站不住 所以说还是以轻松一点的方式出行吧 因为在景区里面也没坐观光车 然后这个钱就当是省下来打车了 一般我都喜欢这么干 看一下侧面 长江碾岸的那个环境怎么样 还是特别好的 特别是长江源头这个地方 远处那个大桥有可能就是万里长江第一桥 因为我看到了那个白塔 看一下西洋西下 前面有一个大的阁楼呢 这个地方明天或者后天有时间的话 再单独过来看 还剩下三天时间 宜兵这边大大小小的景点 还有很多啊 今天算是跑了一个最远的了 25公里嘛 那还有更远的就是那个珠海 珠海那都50公里了 那已经在另外一个县城了 那太远了 那这次恐怕就不去了 等以后有时间到它那个县城再说 这一块地方很多人在这里玩呢 放风筝的 还有各种玩耍的 是个大草坪 这块环境特别好 靠近市中心了 前面应该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 现在前面马上要上那个蓝门大桥 这个大桥我昨天还上来走过 反正一边像这样的大桥 多的不得了 特别多 下车了 已经到达七十战门口 在这边吃个饭 然后就回家休息了 看看今晚吃的是啥 炒了个蛋炒饭 再来一个小白菜肉片汤 老板正在给我做 我先开吃了 有点饿了 汤也做好了 小白菜肉片汤 有瘦肉 有青菜 这样营养比较均衡 对吧 让它冷一下 现在比较烫 吃过饭了 已经到达楼上 看一下今天 今天终于有点太阳了 现在凉快点 白天出去热都不得了 太阳一出来就比较热 晚上吃的那个一共是28块钱 价格还算可以 因为在车站附近 跟老板也搞熟悉了 在他天天都在他那里吃 因为这样 他熟悉了我喜欢吃什么 在他那里还是比较好的 不然你要不熟悉的地方 他那个油给你放的很重 因为我不喜欢吃油太重的嘛 因为他宜兵这边 不管炒菜啊 什么油啊 头一头一两次吃饭 那个油重的不得了啊 真的 已经回到房间了 再看一下这个方向 今天打车还是比较贵的 25公里 打车过来到这边是55块钱 价格也还算是正常 不算太贵 因为打到一口价嘛 要不是一口价的话 要70块钱 六七十 真的当时因为 倒公交车过来的话 要两个小时倒三趟车 所以说晚了一天特别累啊 后来干脆就节省时间 直接打车回来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